秋天的時候 這個我們都知道 跟海產有關的東西就會特別肥美 重要是怎麼樣 把台南這邊呢 秋天好的事態去把它抓過來 台南這邊聽說的生蠔 巴掌大 但很好奇的是 是你的巴掌還是我的巴掌 你看 我們就在搞清楚到底是 他的巴掌還是我的巴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人 來 請進來 嗨 阿仁哥 為什麼這麼講 不會前面下去你才斷一半 對 我們先去看水位 今天現在剛好在漲潮 一般我看台灣產蚵仔比較有名的地方 就是東石 皇宮 對不對 那北門這邊也算大嗎 其實我們北門西湖裡面 它是一個天然坪上保護的內海 所以還滿適合來做一個牡蠣的樣子 算是主要的產地 然後因為很緊鄰布袋中石 所以像是布袋東石的牆商 就會來這邊 彈去這邊做一個牡蠣 然後拿出去之後 有個布袋 有個土袋 其實根本不是 就是北門的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 因為我們都支持台灣本產的那個... 好啦,我懂 我知道很辛苦 我們這次我們就北門 把它弄清楚就好了 對不對 好 以後我們就大聲的 我問一下 我們這邊是蘋果會養一年 然後我們再移到這個潛灘的地方 再去養第二年 其實就像有點放牧 放牧的一個概念 讓它在比較大的空間 來做一個成長 所以它其實是 試散在我們周圍 生蠔 我們剛剛走過來 有踩到很像石頭的 其實都是生蠔 那就是生蠔 有啊 你把它踩下去了 真的嗎 我真的有踩到 我的運氣那麼糟 我都沒踩到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蹲下來 用手的觸感摸地上 如果有發現 有點像石頭的 它其實都是那個生蠔 我找到了 對 很大耶 這個很大嗎 對 這個就是我們養殖 兩年到三年的生蠔 可是還沒有到你的 你說的那個 那麼 不是要到 對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就是 要放養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把它變成 單體牡蠣來 讓它不會生蠔 所以它成長得會比較快速 它也是跟魚一樣嘛 你就在一個比較小的水族箱 魚就長不大 對 它比較大的地方 在空間大 它自然就大 它就會長得特別好 放養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 要帶到岸上去做燒跑 你什麼時候來 對 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的時候 我你在... 你很尷尬 我們兩台車並在... 兩台船並在一起 你們有那麼多人 船來了就不用客氣了 來,我們上船 看一下 橫吊式 吊掛式是什麼 它是平... 平掛式 平掛式 像它現在漲潮 它就其實已經看不到蚵仔 它已經在水裡面 來做一個進食的一個動作 然後退潮它就會露出海平面 來做一個日光浴 其實它是... 這樣的蚵仔 就有點像我們在吃肉雞 可是它不是一整天都是在進食 也因為這樣的養殖方式 它要養一年才能收成 它就是... 它剛剛說肉雞 肉雞意思就是飼料機 就養在籠子裡面 對不對 大家說比較像放山雞 對不對 那它有活動的空間 這個就到我們那個 平掛式的養殖區 這個就是平掛式的... 不是 也是結櫃圓 它都... 幾毛幾毛 這是第一年的大小 第一年它大家都住在一起 就這樣一毛一毛 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一個的 單體牡蠣 一個一個再丟過去這樣 它就會養殖到第二年 它就會大概是這樣的大小 這樣你看 大多耶 顏色也會變 它會變得偏黃色 它其實第二年 它又有點像化石的顏色 開始裂開了 我們會看到它的成長的一個 像年倫的一個痕跡 這差一年吧 大概一到兩年 一到兩年 那你最... 在我不注意的時候 你把它挖開了 我們有看過那個... 我們有看過蚵仔在心跳 你看 仔細一看 其實是可以看到那個蚵仔的心跳 它有起步 我們吃看看這個... 蚵仔蚵仔 蚵仔蚵仔 我們這邊算是比較鹹...鹹分 所以我們這邊原本地帶 所以蚵仔其實吃起來會... 滿滿的海味 海味 但是回饋的甜會更甜 對 它會回甘 很香 吃怎麼一定會比較好 我也是真香耶 我想說好幸福 它是大顆 可是你看起來 它其實沒有相當它那麼薄 其實我剛剛那顆比較好吃 它比較肥 因為它這個還沒有完全熟成 它有點半透明 它... 它沒那麼肥 對... 我們去挑選蚵仔 就會看它的肚子 看肚子 是不是白是不是甜 比較白就是它比較飽滿的 然後這個比較透明的話 它就是... 像它可能... 大概這樣大概是五到... 五分的肥度而已 很甜的 吃得... 但它回饋出來的甜度就很難 那我們吃看看這個養殖兩年的 一個人在挑一個 真的會吃完之後有一個甜味 對 會回來的是會乾 在舌頭上對 然後就會有一種甜味 我們會去挑它的那個容器 蚵盒就是它的容器 越厚的就是它的... 越飽滿 裡面層樁的那個肉越... 你看這邊有沒有 它這個是平的 這是一個凹的 這個越厚越好 你要是隨便拿一個 這樣 這個就沒有它好 有沒有 所以我就這個 對,它的容器就沒有那麼的厚 多少就這樣 它現在在挖... 把那個備注給挖斷 它就可以打開了 可是這個嚴格說還沒有到... 它顏色... 它不是那種很乳白的 對 因為現在已經... 算是秋天了 已經比較不是它那麼肥美的 一個狀態 開始吐出來了就對了 其實我們剛剖出來的蚵仔 它就是這種比較偏... 沒有那麼的白的一個顏色 市場上其實會看到 那麼的白是它有泡過那個淡水 蚵仔因為生透壓的關係 它會去吸那個淡水 然後它就會很飽滿的樣子 脆 生蠔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的... 我們講中間身體內臟部分 就旁邊這個生蠔唇 跟裡面的備注 但我喜歡的是旁邊這邊有帶點脆 備注帶點脆 你吃起來整口在嘴上一咬的時候 有鮮度又帶脆度 就很好吃 吃起來會這樣沙沙沙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裹一顆 對不對 它那個脆爽度 然後備注的那個大殼 這其實跟我們剛剛吃那個蚵仔 就有... 吃起來就有差別 好好吃耶 它是會回甘的回甜 其實這個就很飽滿 會 你們要嘗嘗嗎 本來這個是要讓你們吃的 可是我要先試一下 因為剛剛 那種差異性也把它釋出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主持節每次節目也是很辛苦 麻煩 這個好棒 這個就飽滿 我們大概在五到七月就是 每一顆都這樣 中秋節的時候都是這個雞性 的時候它就會那麼的飽滿 那一般在國外還是這樣 挖好的時候對不對 它會把它翻起來 然後這樣給客人 看起來就是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對嗎 這個是品質很好的 很難 這一口應該要... 剛剛這個明顯的淺度更好 對 和貴出來的淺度更好 早知道魚就... 這顆跟剛剛就有... 有差 它也是沒有像剛剛那一顆 那麼多買 甜哦 他很聰明 他知道說我這個也要分給大家吃 他就... 趕快塞進去一下 出發囉 從差不多是早上的八點到這邊 現在已經十一點了 忙過了三個鐘頭也該吃了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一個特色料理 叫那個蚵仔碗粿 碗粿 碗粿裡面會有加蚵仔 我沒有吃過蛙蛙粿 只有在我們... 應該全台灣 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才有 我們是用那個在地的蚵仔 爐竹鍋出產蚵仔 然後隔壁村三鳥灣出產那個 紅蔥桶 因為這個都把它蒸起來 所以有會很軟 對 還沒那麼Q 還沒那麼涼 它冷氣就會Q 有些人喜歡吃冷的 有些人喜歡吃熱的 都不一樣的一個口感 好 香感 所以沒有味道 我們這個地方來到這邊 其實是買不到的 我們希望說我們以後社區協會 可以來做一個販售 讓更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有一個品嘗到這個好 對 現在還沒有賣 沒有 我們現在都在辦活動 有一些遊城 我們體驗教育的時候 會來做一個DIY的一個教育 怎麼會有龍蝦 龍蝦也是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這個西湖的生態很豐富 它也會採龍蝦 我們這個地方 漁民常常也是會去抓龍蝦 它用立體的肉上 對 這個就是我們本港的龍蝦 龍蝦已經烤好了嗎 對 這個都已經熟了熟了 熟了熟了 這樣 放得很冷 這樣還要吃 對啊 其實它雖然小吃 可是它還是肉很飽滿 這算野生的嗎 對 這種野生 所以它有大有小 好 好 因為它這個海魚比較嚼 所以雞很快 然後肉就是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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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是放在甜的 不是放在深的 因為我們今天受熱麵 然後它就會 肉就會留在這一個殼上 對 可是如果它這邊 你放在深的話 它不是湯是會留在深的殼上面 它其實是它的海水 我們把它烤乾比較不會那麼鹹 這個比較熟 熟的生蠔跟深的生蠔的最大的差異是 很多人說我不要 我不敢 老闆我不敢吃生蠔的味道 你幫我烤熟一點 沒有 熟的它因為已經是蛋白質熟化了 它的生蠔味道反而更濃 吃吧 然後它現在烤了 它其實烤得有點半生熟 所以剛好是有點收汁的情況下 裡面應該還是屬於 就是有一點帶點甜味 然後它的脆爽度還是 你趕快吃了 有點焦汁 它的那個貝煮丸 就是乾貝那個地方 脆出來是有 純菜是脆 但它跟我們剛剛在海上吃的不一樣 海上吃起來 它是脆爽 但它有點水嫩 這個有沒有 這有一點點解骨 但是外面而已 外面收汁了 它更明顯 因為它在烤的過程 我們把海水烤掉了 所以吃起來沒有剛剛那麼鹹 但它的鮮度 不是因為烤熟了過濕 過透的那個鮮度 而是還是有深的鮮度 現在主要你我講那麼久 它還是屬於熱的狀態 你可能不太懂對不對 我想... 我不懂 我知道 我再吃一顆再解釋給你 不用 可以給我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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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好 你如果大小炒這麼多 我拆了我沒有 你怎麼沒在那裡 你現在人人怎麼很不在那裡 我剛剛在旁邊 我很想想很久 然後再講一句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畫面 我只可以吃了巴黎 直接用水巴黎 這會滑下來 好 等一下 你怎麼看 喂 這不是 你怎麼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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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真的... 你真的像... 龍蝦一樣 對啊... 現在是什麼 現在... 現在... 你看這個裡面有什麼 三四十種 不一樣呢 有 有 來 你看 你在這裡 你看這裡有幾種魚 鱸魚 喉嚨蛋 牠每...牠每次都叫人家蒜 蒜裡沒有用啊 對不對 現在你看到... 浮水大概... 這就施木魚 這施木魚是我們自己在裡面 自己生出來的 你的養法是... 讓牠自然生態嗎 對 對不對 大魚是小魚 小魚是更小的魚 對 還有蛤蟆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吃的都是... 小吃的都是... 你說現在那個叫什麼 就是還沒有成熟的 我再看就大隻 大隻的 要看 大魚 另外一種 我們做得很厲害 要看大隻的嘛 這是... 我們待會兒要養大隻的 那這個施木魚 都... 人在賣 對啊 我們魚要吃得很好 好,年輕人 來,好捕捕一下 年輕人都來了 你叫牠抓著... 進去裡面啊 來,我們的蛙筋呢 來... 來,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先看看 唉唷 我有看到耶 有喔 可以啊... 你可以丟遠一點,沒關係 這太小吃了 看我剛才來不... 你看,上床的... 這家... 這家有三個筋 那...那邊有一隻大隻的在... 在準備 在這邊擺 對... 這個很大 我們現在這裡面 先從後三層 要... 當上百就只有 要吃大隻的 你看 喔... 那隻有大隻嗎 有... 白龍王 蛤? 白龍王 你剛才沒給他許願 對... 白龍王怎麼在許願都可以的呢 那是太高那隻嗎 它是那個... 白化的龍膽石板 喔... 有啊... 所以很少 對... 那我裡面有... 大概二、三十隻吧 不對啊 我們不是要變鳳螺嗎 對啊... 鳳螺在哪裡 因為鳳螺是潛沙的 所以... 我們鳳螺也有 但是我們看到 我帶你來看 等一下 如果說現在鳳螺 我要採 你在這邊怎麼可能採得出來 可以 怎麼採 用一個網子 看得太遠了 對啊 你如果要雞來熟 就是用那個... 蚊子有沒有 其實用那個抽水機 可是抽水機 你又不能把它抽乾 不用抽乾啊 你只要貼在... 像人家那樣... 沒有放進去 沒有放進去就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不用那麼麻煩 對 我們現在... 我帶你去... 工業化的樣子看一下 什麼叫工業化的 他每次都尋扛尋扛 走... 走... 你說這裡是鳳螺嗎 對,鳳螺 對,鳳螺 這個很大天耶 你... 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那樣 它就很明顯啊 對 對,這是一顆 這就是我們的象牙鳳螺 對 象牙鳳螺 對,因為它的蕃蕃 我們台灣有兩種蕃蕃 有一種... 比較類似像古蕃的蕃蕃 這個是一個塊一個塊的 你現在看到只有這幾顆對不對 對 其實這裡面有... 一千多顆 一千多顆 對,來 怎麼熟到一千多顆啊 幽靈喔 對啊 來,你看... 鳳螺會... 會... 給它... 二十秒的時間 那你餵它吃 對 吃魚肉 新鮮的魚肉 鳳螺喔 它是浅沙的物種 所以它現在躲在沙子裡面 只漏了兩顆 咪咪咪 所以你看 開始... 開始它聞到味道之後 血腥味之後 鳳螺就會整整的... 串出來 對 從沙子底下 開始串出來 出來了 它浮起來了耶 浮起來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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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拍到嗎 有 它嚴格說實在 從土裡面浮起來 那個畫面是滿驚悚的耶 很像那種宇宙戰劍 從那個月球那邊... 就出來了耶 然後你... 待會兒我們... 我會一直出來耶 一直出來... 它會一直出來 所以這裡面 總統統有一千多顆 好... 待會兒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 你... 整個會... 魚肉上面全部都是鳳螺 可怕... 看起來... 可怕... 你有密集恐懼症喔 沒有... 但是它真的這樣浮起來 然後... 你看它現在全部都... 它是... 不知不覺的... 就浮上來 他剛剛... 剛剛他講是一千多顆 打指不相信 看起來就只有土而已 是... 啊... 那一顆... 那一顆... 那就是我們的種族 對... 他會扶上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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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跑出來了耶 他就是靠它兩根... 兩根觸蓄在桿子 所以他只要聞到... 他心到說... 旁邊有肉給你吃 鳳螺其實是... 比較少數的... 肉食性的腋背感 那它是怎麼吃 它有牙齒嗎 它有很細的牙齒 úmm 它沒有手放進去... 它是也可以咬到嗎 發活個的東西它不會那麼 Institut 所以這裡面除了鳳螺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物種 叫海鮮 因為它有海鮮 海鮮它也是潛沙葉食性的 它不會吃海鮮 很多人會覺得它會吃海鮮 可是我們實際測驗的結果 它不會吃 不只不會吃 海鮮在我們這個池子裡面 它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為鳳螺它是肉食性的 所以它蛋白質多 所以很容易造成底泥的汙染 沙子會汙染 所以我們正常大概兩天 我們就要清洗吃沙子 可是海鮮它的作用是 它是吃沙子 然後把它有機物 吸收掉 吐出來 沙子 就排出來乾淨的沙子 對 那我們就把鳳螺跟海鮮 一起 結合在一起 這就是我所謂的生物鏈子 那你怎麼知道 自己想自己去測試 對 你試過多少次 我其實 你現在看到的這所有物種 都是我自己測試出來的 那我會一直去研究生物的功能性 你一直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對 我沒在睡覺的你忘記了 對 對 它不在睡覺了 對 我沒在睡覺了 腦袋停不下來 你應該一般人家睡不著 你有失眠的時候嗎 有 那你都在想什麼 想 放空啊 然後 那還是失眠嘛 對 應該就是失眠 有一個小小小的 有人在睡覺 海鮮放在那裡會不會滑 可能不會滑 對 那會滑怎麼辦 它那個移動很快耶 很快很快 它比蝸牛還快耶 你有沒有可以讓我拿一點 可以啊 可以啊 讓我們可以啊 老朋友來了對不對 自己抓 好 這個就水一點點就好 好 不要多 一樣久進來 好 白胡椒 那個胡椒板 比較難 這個就是 我們在吃的那個胡椒 胡椒鳳爐就是這樣 然後把它炒到它 周竿 它就是胡椒鳳爐 但是我們今天再做一個不一樣 胡椒鳳爐為基底 我們再把麻辣粉 再把麻辣粉 對 它就會有香氣 一般醬都已經熟了 而且這個時候的肉是嫩的 不會到太早太硬 是 然後基本上它 你如果說做這個胡椒鳳爐 你就是說 鋼在上面用那個吹風機吹 吹 它外面就不會像這樣吃 它變成白色 它味道會比較重 對 它肉已經拿起來 我就試一個給大家看看 嫩 喔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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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去去吃 有 我們要做下一招 等一下 待會兒那個你才會想吃 真的耶 又不一樣 期待 這邊是我們剛剛切的 薑蒜 放進來 給我 香油 蠔油 加一點醬油 然後來一點糖 好 辣椒粉 正常是要用細辣椒粉 細辣椒比較容易出味 是沾粉 這個動蠔醬把它炒進來 讓它香氣進來 會有的油爆 讓它小心一點 我還是先保護我自己 下風車人要小心 現在油就有點火了對不對 對 香氣多了 油 然後再加豆瓣醬 對 因為豆瓣醬 它油變得更香 我們裡面放了這個 豆瓣醬 然後沙拉油 對 跟那個香油 那你如果在家裡面 你就真的是比較要求 你可以放花生油 它就很棒 煙冒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速速 然後衝進來 油泡縫 好薄喔 好薄喔 香氣不一樣 好 現在讓它稍微小小泡個大概 不用等久了 它熱得吃 因為它要拍 拍完我們就來吃 OK 好不好 拔出來的醉再三點 不用吃 可以了 香香香的 好 你如果要辣 剛剛在那個油裡面 就把生辣椒兌進去 再丟進去 炒一炒 然後倒過來就已經就辣了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那麼辣 有入味 有嗎 有入味喔 沒有,因為我們第一批 做那個香蕉的時候 那時候就要有味道去吃 就有一點味道 對 然後這個的好處是 你冰著對不對 它也會很好吃 放涼啊,不要說冰 常溫啊,它會很好吃 它冰的是香菜 它的口感很棒 還可以在這裡嗎 可以啊 你吃看看啊 誰會想到說 貢樓現在開始 試著用人工的養殖方式 把它養起來 如果說這個 目前還是在實驗階段嘛 其實已經 我們已經養三批了 養成了 養成了是不是 所以未來在市場上 多久就可以看到 這所謂的人工養殖 我們預計 我們現在在這塊平地 明年這一整片都還好 梁哥這個老朋友啊 真的每次都讓我 又驚喜又佩服啊 他在養殖的淋浴裡 不斷地求新求變 他的餘溫啊 使用風力發電自給供電 也不用水車打氧 利用自然界生態鏈的循環 做出了屬於自己 得天獨厚的養殖方法 根本就是打造了一個 大海在餘溫裡面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吃 oke 吃吃 吃 吃